生命一路清歌,踏着脚下的灰尘,很多次,我总以为那些执着不懈的东西,自己可以去改变命运的安排,可是,终究我发现,自己还是错了,往往一直不放弃的,在生命里,总是相反的。 原来,那些生命里恐惧的时光,是我们永远都无法改变的,活着的意义,就是诠释那个最初的自己,一,总有一个地方,一辈子不会再提起,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,总有一个人,一句对不起,让你心痛,刻骨铭心,总有一段情,一直住在心里, 却告别在生活里,忘不掉的是回忆,继续的是生活,错过的,就当是路过吧。 来来往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,总有一个位置,一直没有变。 二,有人说过,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四个人,第一个是你自己,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,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。 第四个是共度一生的人,生活最爱开玩笑,你最爱的,往往没有选择你,最爱你的,往往又不是你最爱的。 而最终跟你共度一生的,天天天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,只是在最适合的时间出现的那个人。 三,眼泪滑落,与爱无关,只是牵扯着记忆,伤口的碎片还在颤抖,累了,就停下来休息休息。 以后的以后,不要再傻傻地付出更多,因为,值得你爱的人不会让你流泪。 把回忆珍藏好,那些曾经的过客当作是最美的景色。 不要把别人看得太重,要懂得爱惜自己。 四,岁月无痕,流年沧桑。 在岁月的长河里,人需要的是一盏灯塔。 以你前行,以免在原地徘徊,走过了,就懂得了。 人生没有彩排,每天都是精彩的比赛。 所以,再苦,也学会坚持。 再烦,也别忘记微笑。 五,有时候,我经常在想,我想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个世界。 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上的人,为什么那么不安寂寞,不甘平凡,安安分分不好吗? 如果每个人都单纯一点,都大度一点,那世界会多了多少笑容,少去多少眼泪。 六,看别人不顺眼,是自己修养不够。 人愤怒的那一个瞬间,智商是零,过一分钟后恢复正常。 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。 用嘴伤害人,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。 我们的不自由,通常是因为来自内心的不良情绪左右了我们。 一个能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,比一个能拿下一座城池的人更强大。 七,做人做事最好的状态就是,不刻意。 不刻意自我表现,也不刻意淡薄名利。 不刻意迎合,也不刻意狂倦。 不刻意追逐流行,也不刻意着耳不群。 如是,则不心累,不纠结,不失望。 八,没必要着急。 若是注定发生的事,它一定会发生。 在合适的时机,和对的人一起, 因一个最恰当的理由。 人生中没有朋友,会孤单。 没有敌人,会失败。 因为朋友是用来依赖的。 敌人是用来激发自己潜能的。 没反应也是一种反应。 没表情也是一种表情。 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。 不回应也是一种回应。 九,人生当中, 我们经历过的每一件事, 碰见过的每一个存在, 都是为了丰富我们的人生, 都是为了让我们的人生更好。 尤其那些不好的, 让我们人生中的幸福美好的滋味更加珍贵, 独特。 十, 人生的目标, 在于向前, 也在于拐弯。 人生的成长, 在于学习, 也在于经历。 人生的修养, 在于顿悟, 也在于静修。 人生的态度, 在于进取, 也在于知足。 人生的标准, 在于看高, 也在于适合。 人生的幸福, 在于得到, 也在于放下。 人生的质量, 在于内容, 也在于积淀。 人生的秘诀, 在他人身上, 也在你自己那里。 十一, 与阳光的人在一起, 心里就不会晦暗。 和快乐的人在一起, 嘴角就常带微笑。 和进取的人在一起, 行动就不会落后。 人生不是赢在起点, 而是赢在转折点。 不同的选择, 成就不同的人生。 四是帮助, 高人指点, 贵人相助, 家人支持, 朋友照应都是成功的条件。 但前提是, 自己是快好料。 十二, 人需要沉淀, 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, 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完美。 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, 而是奋斗, 不是征服, 而是努力拼搏。 心善, 则事事皆善, 心美, 则事事皆。 年怀里的一个笔记, 即便没有意义, 也长久地, 永恒地存在着。 十三, 不乱于心, 不困于情, 不畏将来, 不念过去, 如此, 安好, 多想有一天醒来, 阳光在, 明媚在, 爱情在, 你在。 有时候, 你选择与某人保持距离, 不是因为不在乎, 而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, 它不属于你。 十四, 生命不息, 前行不止, 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繁华中, 体会着不同的生命历程, 有段路, 走过之后方知辛苦, 有段幸福, 曾经拥有才知道珍惜, 错与对的边缘, 徘徊了无数放弃与执着, 这个世界里, 懂得自己的人, 只有自己。 十五, 世界上有两个我, 一个假装快乐, 一个真心难过, 被特别在乎的人忽略, 会很难过, 而更难过的是, 你还要装作你不在乎, 不纠结于现在, 不忧虑于未来, 睡个好觉, 做个好梦。 十六, 心到痛处, 谁还卑微地挽留, 若风, 是我回忆的方向, 我愿, 随风远飘, 只因, 那风里有我阴阴的思念, 若风, 是我回忆的方向, 我愿, 拥风而眠, 只为, 梦里能触到你温暖的容颜。 十七, 人生有两种境界, 一是痛而不言, 二是笑而不语, 痛而不言是一种智慧, 人生在世, 往往会因这样或那样的伤害, 而心痛不已。 对坚强的人来说, 雷雷伤痕是生命赐予的最好礼物, 笑而不语是一种豁达。 十八, 学会孤独, 没有谁会把你当保护着, 有些事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坚持, 而是因为坚持了才会看到希望。 我坚持, 无论有多绝望, 无论有多悲哀, 每天早上起来, 都要对自己说, 这个世界很好, 很强大, 要坚信,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, 因为你还活着, 活着, 就要继续前进。 十九, 青春, 是人生最好的资本, 是最值得自豪和炫耀的东西, 是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, 但它也是稍纵即逝, 挥霍不起的东西。 学会放弃, 在落泪以前转身离去, 留下简单的背影, 学会放弃, 将昨天埋在心底, 留下最美好的回忆, 学会放弃, 让彼此都能有个更轻松的开始。 二十, 有一种借口叫年轻, 可以不珍惜时光, 不珍惜爱, 不珍惜一切来之不易的东西。 有一种感情叫错过, 错过爱, 错过可以相守的人, 错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情, 有一种寂寞叫想念, 想念一个人, 一段往事, 异常相遇。 寂静的夜里, 深深切切地想念, 于是深深切切地寂寞。 二十一, 青春有限, 物流遗憾。 时间久了, 才发现很多该做的事都没做。 时间久了, 才发现很多该说的话都没说。 时间久了, 才发现很多该爱的人都没爱。 时间久了, 才发现很多该忘的情都没忘。 时间久了, 才发现已经忘记了原来的自己是怎么样的。 二十二, 压力最大的时候, 效率可能最高。 最忙碌的时候, 学的东西可能最多。 最惬意的时候, 往往是失败的开始。 寒冷到了极致, 太阳就要光临。 成长不是靠时间, 而是靠勤奋。 时间不是靠虚度, 而是靠利用。 感情不是靠缘分, 而是靠珍惜。 金钱不是靠积攒, 而是靠投资。 事业不是靠满足, 而是靠踏实。 二十三, 看透不如看淡。 人生很多人事, 不是不懂, 只是无奈。 一辈子, 就吐个心理痛快。 那些想不通头疼, 想通了心疼的人事, 不如淡然是之。 我们真实地活着, 但不是每个人每件事都要较真到底。 真实的背后, 往往隐藏着一场心痛。 开心地活着, 如花自然开, 自然落, 不难过。 花飞花, 雾飞雾, 看淡者优雅。 二十四, 伤过才明白, 痛过才懂得, 我们总是与经历后才慢慢学会。 渐渐懂得, 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弃, 没有什么不能割舍。 背得越多, 走得越累, 护得越紧, 伤得越深, 生活总有一些时候, 一些地方, 不需要我们执着, 不需要我们坚持, 转身后就该遗忘, 挥手后就该淡忘, 生活就该学会保护自己, 爱护自己。 二十五, 有时, 生活就是一种妥协, 一种忍让, 一种迁就。 当别人忽略你, 不要伤心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, 谁都不能一直陪你。 当你看到别人在笑, 不要以为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伤心, 别人只是比你会掩饰, 当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, 要记住, 我们只是个平凡人, 有的时候, 也许我们是累了, 可是前进的步伐却无法止住。 未经许可,